今年台灣貂產量比往年來得多 池邊收購的價格平均價是每台金22塊 比去年的同期來得差 所以農委會開始來啟動台灣貂產銷調節措施 補添漁民團體購買動存 不過現在有被學者痛批 這根本就是雲林花生的翻版 養殖戶大多也都不領情 只說應該要回歸到市場的機制 日本則有草莓的危機 因為蜜蜂的數量減少 連帶的草莓產量也受到零效 結果竟然有農業單位培育出 專用的採蜜蒼蠅 前前假消息很多 最近網路上就流傳 說明記檔已經透過了毒品條例 校園裡頭可以擁有50克的毒品 才會被視同販毒等等 不過這一些都是假的消息 而且調查局火速巡線 約談了這一名當初 PO文在臉書的用戶盜案 將這名男子請盜案說明之後 訊後也將他給請回 最新的畫面一起來看 國道一號內力交流道的匝道 在今天上午的7點50幾分 發生了火燒車的意外 當時是一輛行駛中的自小客車 突然起火燃燒 有駕駛路過這個路段 行車記錄器也剛好拍下了 驚險的瞬間 還好沒有人員受傷受困 至於詳細的火燒聲原因 還有待調查 台北市這五名男子 則是到萬華喝酒循環 大夥人大半夜凌晨3點 到下一家店家想要續攤 沒有想到酒店的少爺說 已經沒有小姐了 也已經打烊 竟然就被這五個人圍毆到 頭破血流 詳細內容連線記者黃子鳳 台北市建國北路的巷弄裡頭 有一家貿易公司 凌晨遭到黑衣人開車撞擊 還縱火攻擊 甚至傳說有人朝裡面丟直信號彈 而今天凌晨 深夜的確非常不平靜 像是在新北市板橋 有一家酒吧外頭就發生了圍屋事件 雙方人馬原本相約談判 結果爆發了肢體衝突 三個人被打傷送醫 其中還有一個人傷勢嚴重 另外本來是很開心的慶稱會 卻驚喘有槍擊事件 是在台中西區有一間酒店包廂 今天凌晨3點多就發生了槍擊意外 有一名出現嫌犯開趴來慶生 結果害一名流性男子發生了口叫 導致這個流性男子胸口中槍 也被緊急送醫 台中這個女子自己租在外 結果在路口的起樓 身體突然不舒服 摔倒了短暫昏迷 頭還流了不少的血 路人發現之後 緊急幫忙通報旁邊 進水設備的老闆 葉哲立刻通報119 現在女子平安出院之後 非常感謝熱心的民眾 還有加水站的店家 詳細內容交給記者陳志輝 也是極刻救援行動 大陸貴州這個男子之前搭電梯 電梯的門雖然有打開 不過電梯卻出了狀況 導致他一腳直接踩空 就從30樓墜落到了22層樓 還好他大難不死 警鐘是在8樓的位置 將他給救出 距離總統大選的投票日 進入倒數第16天了 一起來看自由時報的 最新民調數字 可以看到英德貝支持度 來到了54.25% 另外國民黨的國政貝 獲得的支持度15.59% 親民黨的宋瑜貝 則是支持度4.76% 另外回答唯英支持蔡英文的 只有1.21% 其他還有24.18% 沒有表態尚未決定 而最近韓國瑜看起來 非常機械的和網紅和拍影片 想要翻轉形象 同時韓國瑜對他的選情 是很有信心的 他表示大選的輸贏 就在30到50萬票之間 不過今天12月26號 可以看到 罷韓已經開始正式啟動程序 三萬份的罷韓提議 連署書連夜的裝箱 在今天凌晨已經運送 達了中選會 而且罷韓四君子 包含了引力 還有張柏央等人 到中選會要來提出罷免案 如果能夠成案 最快明年的五六月 就要進行罷免投票 另外他們也釋出了這樣的畫面 是把連署書裝箱上車的畫面曝光 另外韓國瑜最近和陳菊 在隔空的護槓 他批評陳菊架空了總統蔡英文 還說蔡英文總統放任派系 在大攤特攤 對此陳菊則回應 說可見他對總統 還有總統幕僚的職務 都完全不清楚 認為是沒有證據的 來責罵別人 不會顯得自己比較高尚 至於關於架空的說法 我們就來看韓國瑜 昨天是怎麼說的 昨天總統候選人的 第二場證件發表會登場 韓國瑜就算蔡英文總統被架空 上次他舉了一些例子 說當時蘇貞昌在當現場的時候 家裡等一百多萬不見了 也沒有報案 陳明文在高鐵上調錢了 也不報案 另外還說總統蔡英文被架空了 是哪一些人架空他的呢 點名了陳菊還有蘇貞昌 說他們用人都不先來過問總統 還說今天的國家危機 就是總統被架空是無能的 不過對此蔡英文方面 也回擊韓國瑜 可以看到整場證監會 他用了11次的韓市長來稱呼他 甚至也來反問 包含了上一場提到的浴缸說 蔡英文直接酸韓國瑜 是在浴缸裡頭卻以為是大海 不過再來看到 則是這一個法案是反滲透法 民間黨立援黨團力推 在這一個會期就要三讀過關 引來了許多的反彈聲浪 總統蔡英文昨天在證監會上也鬆口 說這一件事情可以在立法院 坐下來談 不過這個會期只剩下一天了 又該要怎麼談呢 來看看詳細狀況 另外一個攻防的焦點 還有關於是特徵組 前總統馬英九昨天晚間南下到公雄 來陪伴立委候選人掃街敗票 對於蔡英文說 特徵組是因為馬王政真才廢除掉 他表示小英的說法不對 特徵組是前總統陳水扁設立的 還說他一向都贊成設立特徵組 高雄游移民阿伯之前在自家要出門 結果發現大門卡住了 竟然沒有辦法進出 他於是又爬出了鐵窗外頭 往六樓的高度是一跳 結果當場卡在了窗台 警方貨報立刻前往救人 台北有名男騎士在轉彎的時候 因為沒有打方向燈 差一點就被後方的貨車司機追撞 當時貨車司機開罵 結果沒有想到警車騎士他更怒 下車來攻擊司機引發兩個人扭打 你知道最近國外流行什麼嗎 先寫了一波叫做大象牙膏實驗熱潮 有名美國網紅和朋友 是在自家的後院來實際做測試 結果不但製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大象牙膏 甚至直接衝了出來淹沒他家後院 而另外源自於俄羅斯等東歐國家的格鬥比賽 叫做拳甲格鬥 現在風靡傳到了中國大陸 其中有一位被稱為叫做磐石王的選手 其中他正式身分是幼稚園的老師 來看看他是怎麼引領這一股運動風潮 推播的話題來關心 外傳韓國瑜還有王金平12月28號 將在高雄的高山造勢活動上面同框 不過王金平昨天又說沒有證實這一件事 還說機會不大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呢 推播時間交給話先 好 沒有錯帶大家來關心的是 王金平跟韓國瑜到底有沒有機會同壇 相信很多藍營的支持者都非常的期待 尤其在這個總統 他們的出選 黨內出選之後 其實國民黨也被譽為 好像是已經分裂了 而且這次要對抗團結的民進黨 看起來是相對比較困難一點 現在傳出了說在12月28號這一天 高雄的岡山造勢活動 有機會看到韓國瑜跟王金平 兩個人同框嗎 而這王金平又是怎麼回應的呢 他就直接說了 其實機會並不大 而又被媒體問到了說 如果是刻意安排呢 但是他回應卻說 致辭的時間可以調動 那麼這句話也引發大家聯想 這空間好像滿大的 是不是有點隔空喊話 好像不太想跟韓國瑜來同台呢 這個王金平也被問到了 他自己講說了 其實他一直都是在國民黨裡面 並沒有歸對不歸對的問題 前幾天跟黨主席吳敦毅兩個人見面 其實談的就是立委的選情 不過他也說了 自己並沒有提到總統大選這件事情 甚至也強調說跟韓國瑜 最近是完全沒有聯絡 那麼未來碰面的機會也不大 不過雖然說這個王金平好像隔空 直接來婉拒跟韓國瑜同台 但是由於王金平過去在地方的勢力 經營是滿久的 加上鄰居了非常多屆的立法委員的力量 所以他也隔空來跟大家喊話了 說國民黨這一次立委最好可以過半 就希望可以來幫國民黨這一次的選情加溫 而另外一個推波話題要來關心的則是 昨天是這一次的總統的政見的發表會第二場 那麼在這一次的政見發表會上面 其實各個候選人當然也都在上面隔空來交戰 那麼以蔡英文來講他也是首次回應特徵組的議題 還說特徵組過去變成了鬥爭的工具 這就是東廠這件事情 那麼也強調了說韓國瑜自己坐在浴缸 卻以為是坐在大海 當然韓國瑜蘇拉姆蘇丁他也回應了 他說了台灣真正的危機 就是總統已經被陳菊 還有蘇貞昌兩個人給架空 還說了自己如果貪污的話 每天將會吃一顆豬膽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發誓 而至於宋楚瑜看起來好像比較被冷落一點 不過他是藍綠都來批評 他說了藍綠如牛坐莊 就像是電玩遊戲一樣 還說國民黨過去有很多買辦 患有軟骨病 意思就是說這些人 好像都只顧著一些少數人的權益 沒有顧到廣大中小企業的權益 而同時他也強調了說 綠營過去現在主要要推反滲透法 卻有如麥卡錫主義一樣 什麼是麥卡錫主義 就是指當你政治不足的情況下 你就要指控別人 好像有一些不忠這樣子的行為 所以現在宋楚瑜也再次的來炮轟 這兩個國民黨還有民進黨的部分 而至於平民媒體也整理出了 在昨天整個政見發表會上面的一些金句 來看到的像是蔡英文的話 他就說了2019年的亂 就是一個背棄承諾的市長 跑出來選總統 那麼針對這件事情 韓國瑜也回應了 韓國瑜怎麼說呢 他說蔡總統把2019年的亂 歸咎在他身上 不過他也說蔡英文總統 難道是武當派武功 通通打回來嗎 同時他也說了 建立網軍是要199吃到飽 是不是就是強調在反擊蔡英文 有這個網軍這件事情 而我們最後來看到是宋楚瑜的部分 他同樣是藍綠兩邊都來批評 他甚至說一旦集武權 加上媒體網軍的力量以後 就出現了這超級總統 在暗奉蔡英文 那麼他也說為什麼藍的做不好 就要換綠的呢 那麼綠的做垮了再換藍的 所以他最後就說了 過去雖然曾經三度 希望做台灣這條船的船長 那麼雖然是沒有做成功 不過他也說了 希望這一條船 不希望他迷航 更不希望台灣這條船沉掉 所以這一次呢 他還會選擇站出來 要來再次的參選總統 那麼在昨天的政見發表會上面 這各個候選人 他們除了各自交鋒 也希望可以替自己的人氣 持續拉抬一下 再把時間交給家如 好 先話先 再來關心這一位候選人 就是立黨不分吃立委的第一位 是精神科醫師鄧惠文 他也坦承 當初要投身政治 真的想了很久 最後才壓線答應 現在壓力很不小 校說講話都會被拿藍綠 有色的眼光來解合 查播最新的消息 苗栗市本安街華民街口 吉德堡幼兒園 在剛才發生了火警事件 一次是因為春意市 煮東西不小心所引起的火警 小朋友通通已經疏散到了屋外 還好沒有造成任何的人員 受傷受困 這是我們說到的最新情況 而再來看到則是 當公務人員起薪食令不到3萬 錄取率不到1% 但為什麼還是一大堆人要搶著烤呢 這樣的話題引起了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就點出因為薪資穩定 福利好 而且還可以招酒玩物 生活的相關資訊 農曆春節即將要到來 受到了路客縮減的影響 預期這一次春節的桃園機場航班 不會像上一次一樣爆量 所以春節航班延誤的狀況 應該可以控制在半個鐘頭之內 另外則是蘇花公路改善工程 蘇花改明年的1月6號 就要群線通車 未來台北開車到花蓮 車程只要兩個半鐘頭 而公路總局也說 提前通車是為了春節的疏孕 提前兩個禮拜來做壓力測試 還有中日本高速公路公司則宣布 將來參加是台灣高速公路的 清水休息站的營運 預期從明年的1月18號 開始到清水休息站 就可以吃得到回轉壽司 拉麵 還有日本蛋糕 不用出國也可以吃得到日本的美味 而再來看到則是由藝人曾國成 他所主持的意志性節目 這個禮拜邀請到了朱欣盈 還有王以路 兩位已婚 而且有小孩的女藝人 考考他們對小朋友的知識了解多少 結果才第一題就讓他們傷透了腦筋 高雄里亞區在今天凌晨4點多 有一名孫姓男子酒駕自撞 原請來到了現場 他和朋友一起大聲的嗆聲警察 而在帶上警察的時候 竟然跳車落跑 跑到了舞廳來大鬧 最後還是被警方帶回送辦 有一群遊客想要到台東的阿朗伊古道來參觀 卻忘了要提前申請 被工作人員擋在了外面 其中有一個男子他就突然不滿 在古道外頭飆罵了一分多鐘 全被民眾給拍下 針對反滲透法 宋楚瑜再度表達了反對的立場 還直言通過的話 會引起民意大反彈 人民會上街頭抗議 讓台灣變香港 詳細說法連線記者張良浩 台北新域區的A13百貨 開始是營運成為第15座 在新域區的百貨 不過他們跟新光三月 還有微風相比 戰略不太一樣 方圓0.5平方公里 第15間百貨 長長的進場人龍 把信義區擠成信義廝殺區 過去原百給人的形象 比較偏向吸引地方媽媽 這次首度進軍信義區 從形象大改造 打造了這個迷你老街 讓逛街變成像是一種冒險 增進民眾與商場的互動 挑高11米的走廊 點綴天燈 完美移植大道成風情 美食街成了打卡景點 也填補了信義區 最缺少的台灣味 對比微風南山 用抹茶 咖啡 走日細風 氣勢方面各有千秋 動線我覺得微風南山 稍微好一點點 空間還滿大的 然後它這一層樓 我覺得滿有特色的 徐旭東的第二個戰略 還把限定結合數位 當我今天不知道買什麼商品的時候 我隨便抓起一個樂高 走到這個螢幕前 就可以知道拼起來 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搶打獨家戰術 在樂高版的機車瀑布旁 樂高迷能自選零件 自由搭配 甚至連香檳口味的千層蛋糕 也是A13限定 雖然餐飲比例只佔20% 不如微風南山的40% 但小心機還有這裡 頂泰峰Lady Anne 竟然是矗立在一樓街邊 什麼目的 現在美食很重要啊 然後客人在這個區上班族很多 也是給他們很多方便 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讓他們需要節省時間的就快來 從一樓就藏著百貨的勝利哲學 就要讓民眾待更多時間 掏更多的錢 東森財經新聞 劉志科晃明 台北採訪報導 最近網路上又出現了一段 很具視覺真意性的影片 畫面上那個盪鞦韆的人 到底是面對著鏡頭 還是背對著鏡頭盪 讓大家吵翻天 一起來看看 巴西發生了比特犬咬人的事件 有一名四歲小男童 忽然被比特犬瘋狂的攻擊 當時有路過的男子 他奮不顧身 和比特犬搏鬥 才將小朋友救回來 男子自己的手腳有咬傷 小男童脖子出現了傷口 傷勢比較重